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高的人类精神活动三种 哲学 艺术 宗教 为什么说它最高的呢 因为它本性上是超验的活动 宗教的活动的超验性 各位都知道 上帝你看不到的 天国你也看不到 它不是在经验世界中 不理日用长行类 则到先天未化前 哲学的研究思考的活动 也是超验的 还有一个领域 我们以为它并非超验的 我们面对一个艺术作品 一幅绘画作品之外 它是个惊艳的事物 创作它的活动似乎像工匠一样 假如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误解了艺术 把艺术活动看成是 满足我们省美趣味所做的工艺制作活动 这不是真正的艺术 真正的艺术作品要展开一个什么 在有限的形象当中展开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 所谓中国人说 言有尽而什么 义无穷 一则建方的一幅绘画作品 它的形象是具体和有限的 但是它只要是不真正的了不起的艺术作品绘画作品 它堪穿绘画作品 我们在它面前驻足停留 我们看着它 不知不觉 我们就走进了这幅画本身 我们被拖进去了 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周遭的世界 现实世界 我们暂时跟它分离了 我们可曾在欣赏一幅绘画作品的时候 有这样的感受呢 再比方说 我们到音乐厅去了 是吧 聆听一首交响曲 当我们在听交响曲的时候 慢慢的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非现实的世界 我们简单的说 中国有一首交响诗叫红旗颂 是吧 吕其名创作的 我们每当国庆节的时候 我们的媒体就会播放 电视台和电台里面 就有红旗颂的旋律来了 这是一部艺术作品 一部音乐作品 当我们在聆听红旗颂的时候 我们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 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就呈现了 自由的共和国是超验的 它不是个经验的事物 这种理念 则又在一首作品当中才得以展现 我们从来没有经验地观察到一个国家 我们不能把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 西大大看成是国家本身 对吧 我们也不能在国庆节阅兵的时候 看到那个被检阅的部队 他们的武器就等于国家 国家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中国人心中的一个什么 理想 一个理念 所以它在艺术作品中呈现 徐飞鸿画的马 是张三家里的那匹黑马 还是李斯家里的那匹黄马 都不是 它画出了马的精神 而且把那个时代的一个精神放进去了 这就是徐飞鸿画马 让他非常出名的缘故 是吧 所以我们在谈论艺术的时候 我们在谈论一种超艳的精神活动 所以它是最高的 三种最高的精神活动之业 这一点黑格也是完全是肯定的 这么说的 黑格说绝对精神 就三个领域 一个艺术 一个宗教 一个哲学 科学是次业等的精神活动 比较 艺术宗教和哲学来说 科学是次业等的精神活动 尼塞那句话非常有意思 我们通过科学 从事物中发现的东西 其实是预先塞进去 塞进去叫艺术和宗教 重新把它领出来叫科学 这句话当时 他在欧洲的同时代人都不能理解 我非常惊讶 怎么说科学从事物中发现的东西 是人们预先塞进去的呢 我们总认为科学发现的东西是 现实事物本自身的属性 是吧 自身的规论 尼塞偏偏偏说是 预先塞进去的 后来再把它重新领出来 重新领出来的活动叫科学 塞进去的活动是什么 艺术和宗教 如何理解尼塞这句话 这句话显然把艺术抬得很高了 把宗教也抬得很高 师傅把科学扁了一下 你完成的事情其实已经塞进到事物东西 你再把它领出来 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很简单 我们想一想 人类冶炼金属的活动早不早 非常早 青铜锡时代很早 但是在青铜锡时代有化学吗 没有 化学很晚才出现的 所以人类与外部事物打交道的基础 并不是科学 对不对 那么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 并不是我们对物质的分子结构 有了认识 我们才去冶炼金属的 同意吧 这是个历史事实 所以冶炼金属这个活动 本不以什么 科学认识做基础 当然现在我们有了化学 或者有了其他冶炼金属 什么 那我们的冶炼金属的活动 变得非常精准和有效 这一点当然是科学的功劳 但千古以为科学 就是冶炼金属的基础 它另有基础 就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 一开始并不是以理论的 和逻辑的形式展开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 可以是理性前的 逻辑前的 但它也是认识 对于这种认识该如何理解 比方说 艺术作品 我们在艺术作品的接受中 得到了它的帮助 假如它是真正的艺术作品 我们得到了这个作品的帮助 更深入地 认识了这个世界 这是完全可能的是吧 那么这种认识 肯定没有概念判断推理的 没有逻辑的 但它意味着认识 意味着洞察 一种insight 它不是科学提供的 我们知道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领域当中 做出巨大贡献 因为它完成了物理学革命 突破了牛动物理学的中心泛射 提出了相对论物理学的泛射 这事实上革命 毫无疑问 爱因斯坦发动物理学革命 来克服物理学危机 这革命的基础是什么 是爱因斯坦在了不起的 理性思考的头脑吗 当然有这个点 它有非常强的 物理学思考的能力 但是你再强调物理学思辨的能力 物理学思考和运用概念的能力 你都不至于让你突破什么 牛动物理学的泛射 革命就是泛射的转换 牛动物理学的核心泛射 就是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叫这点 一个叫另 对不对 相对于你必须突破这个泛射 这种泛射的转换 意味着革命 革命意味着什么 这革命的发动者要求 它有什么 伟大的想象力 哲觉和感悟 这些都是理性前的 非理性的 imagination intuition 想象哲觉 感悟就无法翻译成英文 这合起来 我们中国的思想当中 有一个词叫性灵 爱因斯坦发挥了 他性灵的力量 哲觉想象和感悟 才完成了 他的物理学革命 据了把牛动物理学 降格为什么 相对论物理学的 一个special case 这场革命并没有导致 牛动物理学变成无效 它仍然有效 但它成为相对论物理学的 一个什么 环节 所谓特例 special case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凡是 相对论物理学的公式 经过必要的转换 都能转换成什么 牛动物理学的公式 但是牛动物理学的公式 怎么都不可能转换 为什么 相对论公式 这是不是上革命啊 非常了不起 基础在哪里 中国人说 性灵 什么是人类心智 最高的能力 不是理性 不是理性的那种 了不起的思辨啊 比如说你都黑格的 逻辑学识啊 你要正多懂它 正在考验 你的理性思考能力 它极度抽象啊 我们就认为 西方的认识论 一度认为 这就是人类心智 最高的能力 reason 在中国人向来知道 比它更高的能力 比reason 理性更高的能力 叫什么 心灵